全球大撕裂 中美竞争 俄乌战争并存 一切的根源都在于美国唯我独尊的霸权属性 如果大家仔细观察 就会发现我们正在处在一个对抗性不断增强的世界里面 各个方面都支离破碎 然而美国一直扮演着撕裂者的角色 虽然华盛顿一直强调 不会强迫各国在中美之间选边站 但是这个潜规则大家懂得都懂 我们从哪里提前出来的呢 你看俄乌战争已经把世界分成了三大阵营 一个就是价值观和国家利益上保有一致性的西方 一个是东方世界 再有一个就叫南方世界 那么这个南方世界是最具高度摇摆性的 南方世界的领导人们不喜欢与西方或者东方的任何一级结盟 而南方世界里面印度是体量最大的 获得南方世界的支持对于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尤其是在中美竞争的大背景下 所以你看属于南方世界里面的东盟峰会上 美国防长奥斯汀就当着东盟官员的面去抹黑中国了 挑拨东盟与中国的关系 并暗示东盟各国要选边站队 此外在东亚地区 美国也是强按着日韩的头促使他们和解 这些都是在向各国施压 迫使他们早日能够战后队伍 明白自己的身份 但像东盟这种作为采取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的组织 这些领导人多次强调 东盟不愿意作为大国博弈的棋子 可以说在拉拢南方世界上 美国也是煞费苦心 就是不愿意退出这场由自己发起的中美恶意竞争的赛事 更不愿意做由北约东扩引爆俄乌战争的调停人 说实话 只要美国能够认清太平洋足够大 能够容纳中美两个大国的生存的道理 少去拉帮结派 少搞小圈子 让自己活的同时也让别人活 那么世界又怎么会如此割裂呢